- 潘先生,大案上填写的您自己职业就是古董商 - 对,古董商 - 而且据说在青天名气不小啊 - 对,是的 - 那圈里人都叫您什么? - 要古董嘛 - 开古董店啊 - 那您肯定要挑哪件宝贝上寻宝 - 您肯定是费尽心思的 - 因为这一队是代表的清末民族珠山巴友是最好的一队作品 - 它是中山巴友的其中第一位人物,王琪,王琪是巴友的老大 - 她是老大 - 她是老大 - 您也是这个圈里的老大 - 是的,王琪的作品,现在我感觉在全中国没有看到过,我这么一个王琪协作的,可能中国是第一 - 这两个瓷板画怎么得到的? - 是从青天本地一个收藏家中收到的 - 这两件东西啊,我们知道王琪是珠山巴友 - 对 - 画人物是最出名的领军人物 - 对 - 而且呢,他能把人物表现的年龄,精力,性格,他的神态表现得唯妙唯肖 - 对,对 - 那么我们看这个呢,这个人物的表情呢,还是不够生动 - 特别是款式呢,和王琪的这个款式珍款呢,有区别 - 我查过他的资料,他那个样子呢,是光绪十三年的作品,不是门国的,粉彩呢,画的配合,假的配不得这么好 - 王琪啊,他早年,人物的脸是西方画工的脸,所以有明暗,有阴阳,有光线 - 所以呢,题材是对的,但是线条,书法,包括他的制法,和这个不一样 - 画的好是一个问题,王琪又是另一样 - 从东西的古旧方面来看,这个框子呢,是清代的,已经老旧种这个程度了 - 但是你这个瓷板呢,还是崭新的,这两个呢,完全不协调 - 嗯,这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仿珠山八有的瓷板,都用老的木框去做 - 真正的这个瓷板,应该镶嵌在一个木框上,不是挂在这个门,这个窗户啊,或者是门板上的 - 这种的,用旧料去镶嵌它的 - 啊 - 怎么脸色不好看的啊,表情 - 啊,大家都看出来你表情有点 - 上家说过,这东西是,这是后方的,他们这样说 - 你把她当宝贝就是宝贝 - 是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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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宝贝就是宝贝 - 还要多学啊,多学,干干小学生吧还是 - 不要太傻碗了 - 好好,不好好 我们是桥区在德国 德国 然后我们是三代人 接近一个世纪的收藏 我们总共有两千多件产品 这是其间一件 中期河堤 中间的是清华罐 清华五彩的一个罐 应该从清早期到中期之间 这个一个坛 然后上下的两侧呢 是法国的东西 那个是铜铸造的 然后呢 为了这个坪而做造的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因为你看这个盖啊 是完全按照它的这个六轮来做的 是吧 做得很精美 那么这个里边的那个钟 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折颈 中间有根棒子把它蹭住 所以不会动 应该是世上仅此一件 对 甚至因为它是量身定住的一件 不是批量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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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对对对 所以这件作品一旦升开始 就是一件艺术品 所以这件东西呢 欧洲的钟表和中国的陶瓷 给你融合在一起的 说的很有意义 来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要进入鉴定厅的藏友 郭永泉 哎 郭先生 你好 我给大家说一说 这次啊 这个郭先生从厦门赶到咱们清田 不仅是要专家鉴定这宝贝 是为了家庭和睦 因为家庭好像围绕着这件宝贝 已经开始有一些 不同观点 现在因为有冲胀的预期嘛 那我的想法是要买点黄金啊 房产啊 跟股票来抵抑这个冲胀 我老婆就迷上了回去 拼命了 把所有钱都买回去了 那我这次想借这个专家组 给我找一条出路啊 给我们家庭的十二五规划 也找找方向了 好好好 方向大呀 给家庭的十二五也找找方向啊 如果这个东西提借是值钱 那是一个好的方向 那我就要认同 你觉得这个太太的这个方向就是对的 我们以后家里投资 就放在艺术品这一块 那太太对这件作品的预期是多少 我现在不清楚 她也不敢告诉我 就偷着来了 偷偷拿着她的宝贝来的 什么意思 这个就 这个如果是长了就不会怪的 大家回去就合不 如果低了呢 你会怎么说 现在我们的方向的话 我讲的话就多一点了吧 你的 就有分量一点了 分量一点了 还是说白了 不是家庭方向 是争取老公在家里的话语权 对对对对 老先做给郭先生好吗 来 这边请监林区 这你收藏的 我老婆收藏的 你老婆收藏 你老婆为什么不来 我老婆这回是有点特别 这是 我老婆收藏 这个是投了手 不同意的 那么这件东西呢 应该是缅甸肥萃 对 而且是A货 很好 那么这个坑呢 也是老坑 总计也好 很好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呢 喜欢是绿 喜欢脆 对 那么你这个呢 是紫 紫罗兰 对 那么这路紫呢 是现在世界上 比较流行的色彩 所以应该说 呃 你 呃 太太呢 应该这个眼光 还是超前的 是吧 这是艺术品 是艺术品 这里边呢 呃 运用了 这种巧调 呃 圆调 呃 透调 这个各类技法 那么颜色的对比啊 也比较强力 工艺中间呢 透出它的艺术灵感 哦 太好了 是买了多少钱 它是当时的话 是将近两百万吧 今天应该讲 这个价格是不贵的 应该这个在今天来讲是两百万以上 哦 非常好 非常好 还有一件东西帮我看一下 哦 这个翡翠啊 哦 要龙羊阵云 龙就颜色饱满 哦 羊就颜色要发亮 看到吧 哦 简直是绿云阴云的 对 哎 你老婆买这个贵吧 我不知道他买多少钱 是 便宜的 这个东西不会便宜的 对 从八十万到一百万 是吧 这个赶紧回家 你赶紧回去 恭喜你老婆 哎 谢谢 谢谢 大家先观察一下她的表情 好吧 开心 您跟太太现在谁更开心 她现在不知道 对 我暂时比她开心 回家对太太要怎么说 那我整个乖乖的 老婆你是对的 这个石头好像不是你们青田的时候 什么石头 瘦山市里边的福龙 福龙 品箱也好 雕工也不错 那么应该说这个东西从150年左右 前龙后一点 但是上面它落款的白石 图章呢 从这里的落款来看呢 是瞿白石的 但是呢 从她的章法刀法表现形式来看呢 齐白石的这个落款呢 是假的 人家仿齐白石的 丁朝人的一对图章 因为她这个刻的人没有名 所以把它给磨去了 刻上假齐白石的字了 是这样的 但是你这个图章 石头是好的 你这对图章 几十万 好 好 谢谢了 几十万 当心 谢谢 多谢你们了 各位藏友 神秘的灯光洞要出现了 神 我们一直说到了 今天在寻找灯光洞啊 刘小倩 你确定你 你这个盒子里面 就是神秘的灯光洞吗 对啊 四报价是一百万啊 我们这是保守的固价 保守的固价 不保守的呢 小倩你是哪里 是清天人吗 是清天人 家里的宝贝 是我们家的宝贝 是家的 来来来来 我们已经说 从节目开始就说 我们要寻找灯光洞啊 我们到了石调之下 来看 看一看 保守的报价一百万 耶 哇 好漂亮 不止这个价吗 啊 不止一百万 所以我说是保守的固价 你来先说说你这宝贝 我这宝贝 在乾隆年间呢 我们祖上有人在浙江围观 在乾隆 八十大寿的时候啊 当时呢 我们清天就选送了这个灯光洞啊 为原始材料 为乾隆爷呢 打造一枚非常精致的这个印章 我后来生下的脚料 就被我祖先锁得了 你的意思就是 是当时给乾隆爷的同一块石头 那你准备跟专家聊些什么呢 因为这个呢 是我祖上一直传下来的 然后是我爷爷跟我说的这个事情 看爷爷当年有没有撒谎啊 哈哈哈哈 跟我们专家好好交流一下好吧 来掌声送给他 这位有请 这件作品呢 叫做灯光洞博弈雕件 认为它是灯光洞 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 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 也有好几代了 是我爷爷告诉我的 这个雕刻技法你了解吧 应该说这件东西雕刻时间不是太久 纸料呢是当初留下来的 雕是雕刻 这路石头呢 严格说应该像水晶洞 它不是灯光洞 不是灯光洞 东西呢是好东西 也可能呢 这个你爷爷呢 为了红礼高兴 告诉你 这就是乾隆爷那个张那个的 但是乾隆爷那个张 我们现在看的有六十方 他过寿的时候六十方 那个是灯光洞 和这个石头完全不一样 好吧 好 谢谢 专家怎么说 看这表情好像也有点怪怪的 假的其实不是说假的啦 专家告诉我说这个不是纯正的灯光洞 也是听天的一种名贵的食材 是北山津 北山津 但是我觉得我们主上传下来就是宝 对我们来说还是宝 这个宗代的光洞心 今天拿来这些奇事珍宝 不像这个生少见的这些老的东西 我今天带来的是这种同胞 大名车的年轻盖 引路年的光洋瓷体 我认为是五百万以上 精彩马上为您呈现 好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藏友 田佑娜 应该是一位女企业家 你好 你好 这就是我节目开始受人之托 要找的那件石雕 先我给大家讲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 有位藏友之托 它是收藏到了这个石雕的圆形 你看看 看这次很像 这相当于它是模特 先素出来 然后再来石雕 按照这样来雕 这是特龙的 不 这是模型 这个特龙的 这个泥树 跟我手上雕的这份石雕 到底是不是同一件物品 你还要怀疑 那也就是说把这两件都带进去 可以的 然后问问专家 是不是这就是真正的模型 那行 那就带着这两件一起进去 请专家鉴定好吧 好 来 这边有请 来 掌声送给前女生 谢谢 这个是一个清田的一个整套 体系清田石雕的整套工序 整套作品的大概是13件 中间的这一块是蓝星石 你这个我看了一下 这从开矿到成型 整个的工序都在了 但是不全是清田石 用了我们中国世大名史 世大名史啊 它这个工艺啊 我认为呢 是在传统工艺的技术上 用纳入新的一种元素 因为什么呢 它这个完全按照雕塑的东西来 一个是磨的 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可能是一个体配 做了一稿硬稿 这是个小稿 小稿 用泥素的方法 是泥素吧 泥素 泥素的方法 先起个稿子 完全按照做的 人体的比例呢 几乎都是合情合理的 我认为的这一组东西呢 是既有传统 又创新意 把我们清天石雕 每一个步骤 都细细的把它体现出来 而且呢 还体现了不同的时代人的装塑 它所以把握这个人体造型啊 动作它把握得非常到位 它能持多少价钱 这套东西呢 我认为啊 当然价值连成 这是可以说 但是很难一定要很明确的 把它固算 因为它没得比较 有比较才有价值 中间呢 它这块蓝芯石啊 听当地的专家说 它是代表了那个清天石雕的 也是融化了他们一个精神 这个芯啊 这个谐音 就是心 一颗心的心 一颗心的心 所以这个蓝芯这个石头 本身是个名贵的石头 而且我们一听到的心 这个心 等于就是清天人 这个魂系清天石 所以这个雕刻家 就把他自己的生命力 就住在这个石头上 谢谢大家 这一件呢 也是国外带回来的吧 现在外边说龙袍啊什么呢 好多是细袍 是细袍 那不行 你这个是真的 是这井的龙袍 那么应该说是清末的 那么庙寨什么呢 它里边都是羊羔皮 而且呢 就是这么些年来呢 保存还是完整 应该是很值得收藏的 是个真品 那么从这个落款来看呢 雷婆投风受者 这应该是潘天寿先生 常用的一个落款 潘天寿先生 作为咱们一代花鸟大家 那么它的特点呢 是笔墨简洁 但是线条刚健 您这个从构图上来说 您这张画 没有问题 但是从笔墨上来说 有问题 线条的质量 远远不够 没有它那样的硬度 没有它那样的力度 那么在用墨上呢 也比较含浑 不够大湿的程度 所以呢 您这张画呢 属于一个黄品 谁的作品 陆延绍的 陆延绍先生 这幅画是我爷爷收藏的 1982年陆延绍先生 游到清田来 那么我爷爷就邀请他们来 这样做客 我奶奶当时烧了一碗 很具有清田特色的豆腐给他吃 那时候陆延绍先生 已经吃了四水 牙齿有点松动了 这碗豆腐非常符合他的胃口 他吃得很开心 就做这幅画 然后送给我爷爷 我爷爷一直保尝他 哦 那你这个 你奶奶这碗豆腐可是 可是厉害啊 一碗豆腐画一幅画 一碗豆腐画一幅画 这是佳画 但是我觉得呢 陆延绍先生 可能还不仅仅是冲着豆腐来的 对吧 因为啊 清田这个地方 凡是搞书画的人都喜欢来 为什么呢 他出好图章料 对吧 而且心里漂亮风光也很好 凡是搞书画的人都爱图章 那么具体到您这张画来讲呢 呃 画的是杜甫的诗意 前几年在北京加德拍卖公司 曾经拍过一本 一百开的陆远绍先生的杰作 杜甫诗意册 当时那个册页 卖了六千九百多万 你这个呢 恰巧也是画的杜甫诗意 所以呢 我们觉得 他对于陆远 研究陆远绍先生的作品 非常重要 意义非凡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 郑穗雄先生 郑先生在哪里 你好郑先生 欢迎参加寻宝 宝贝呢 在哪里 不会吧 您先别开箱 让我猜猜这是什么啊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这么大件 石头做的 石雕 今天最好的 是这 黄金药 黄金药 开箱健保 哇 05年 我在杭州有朋友 参加独立 让过来 当时他拿一件事 不肯让 后来我们拿了一批东 花了几位数 反正是几千万 几千万 那家的人同意吗 你这 家人拿过来 他不知道 因为他不外 那也就是说 这是第一次 你老婆知道 你是花了七位数 老婆也不知道 几位数也不知道 今天才公开 是不是原来争论过 争论倒没有争论 他不生气是生气过 生气过 他在今天在现场吗 不在 您今天来参加寻宝 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 让老婆放心下 就是这个 去世 祝您家庭和睦 感谢 来 展示给他鼓励一下 好不好 您对这个石头有认识吗 对石头 以前认识不多 后来自书 买了马以后 我就认识多了 这件东西 一个是材料好 黄金药 但一个就是雕的好 这个所有的马 姿态各异 布井啊 也选择得好 而且技法 工艺技法好 上面的那种 圆雕 深雕 透雕 漏雕 然后底下呢 是一种浮雕 深浮雕 浅浮雕 这几种 颜色搭配的好 技法掌握的好 所以应该说 是一件很好的宝物 我记得过去 好像咱们国家领导人 就曾经拿这个 群马的石雕 作为国礼 送给外国领导人 你准备以后是 把它带到西班牙去 不不不 这个东西古宝 一定要留在清 这是在师母会 掌握过 哦 师母会 那好 那很多人都看过了 带到欧洲去 让外国人看开眼 好好好 不信你收到一个好东西 好感谢 这个是青花的 我以前翻过资料 好像没看到过 青花瓷做的称 对 青花瓷的称 上面有款 大清光绪粘质 甚至呢 这个提的这个 还是金属的 还可以活动 做的非常精美 上面还有花卉 对对对 但是呢 我们知道 这种称呢 一般是 这个银号里面 称银子的 金银的 那么称这个金银的 它一定是实用的 但是我们发现 你这个称的 首先我们找到 它的平衡点 你看这个平衡点呢 不在它的这个位置 这已经有重量的 起限了 所以这个东西 完全不是实用的 只是一个装饰品 它如果真是个称 也是个黑心称 彩啊 青花的料 和右面 胎子 完全是现在的一种 猎奇的一种 仿 这个古代的这种 称的一种 工艺品 我们这里就是红花组 它也其实是 因为灯光动的 可能就是 就是很难找的 那动物在我们青天 其实现在也很难找的 但是我手上就有这么一枚 肯定能够成为 我们青田的民间国宝 精彩 马上为您呈现 来到青田石雕之乡啊 你打开这个档案 看你都会很兴奋 你比如说 接下来这位藏友 神秘的灯光洞 印章 四报价 三百万 王威 灯光洞 是 因为我们一直在找啊 刚刚有一块灯光洞 在这里出现了 我看了一下 他那个灯光洞跟我这个完全没法比 哦 他那个自保价一百万 我这个自保价三百万 一看就是翻三番的那种 牛牛牛牛 牛啊 牛牛 不过呢 我还要卖个关子 因为这个宝贝虽然说价值值钱 我这几天可是没睡好 怎么呢 因为五年前用了一套房子跟他换的 多少平米 一百多平米 一百多平米 五年前青田的一套房子多少钱 也要两百万 五年前两百万的房子现在要值多少了 从房地产增值的角度来说 要八百万 翻了四倍 众说翻盈了 你们觉得这样一块石头市场价值现在多少 那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就贬了 就贬了 好 那跟我们正在好好交流一下 好吧 是我们青田的灯光洞 花了大概是一套房子的价格 青田的虽然是一个县城 但是房价是跟大城市不相上下 买这块石头的时候 它大概房价是八千块一平方 现在大概涨到了一到两万之间 比如说房子是长了 不知道这块灯光洞有没有长 你喜欢石头还是喜欢房子 我喜欢房子 你现在喜欢房子 这个石头不错 我们用灯光照了一下 这个里面没有一点瑕疵 没有杂质 但是就是这样的石头 一般如果是发青的话 一般是分纹青 如果微微有点发黄的 就是灯光洞 它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这里面没有瑕疵 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往灯光洞靠一靠 可以说它是个灯光洞 但是在灯光洞里面 算是稍微差一点 但是如果在分门青里面 这是分门青的基品 所以现在一个石头 疯狂的石头了 疯狂的石头 还是能换个房子 至于换哪个店的房子 这就要看它的运气了 就是说价值还能换房子 还能换房子 重贷米费 它呢是爱石如命 称之为叫石赤 它呢用自己的一套别墅 和苏东坡呢 换一个石头的雁台 也有这样的工具 这是佳话 那么你这里呢 换一套别墅 是一方硬仗 也是石 只有你们清钱 才可以把一套房子 拆在兜里 他说往灯光洞那边靠靠了 也能靠 但是不是 不是 往分门青那边靠 就是基品 对 他说这套房子 买的不值 换的不值 换的不值 但是他说用分门青 换套别墅值 他就说这个价值 已经从一套房子 变成一套别墅了 他说别换 以后还会省 千万不能买 你说呢 好 恭喜 房子变别墅 好 这个罐子 从哪里收到的 我从葡萄牙收到的 葡萄牙 有的老外 他也搞古董的 他给我介绍的 我看了 也不太懂 服务管理有这种 有一个跟这个一样的 我才敢买这个东西 买的贵不贵 十几万能力 十几万 这气贵也比较大 从气形和绘画各方面 和底面的 底面的胎 和里面的结胎 和各方面 都是明代万利的风格 当然这里面也有官窑款的 那就官窑了 你这没有款 底下是没有 没有用 他就没有款 这东西是真东西 是买对了 价值大概 目前来说 这种在市面上 一般就是 二十五万 谢谢 还是买的很值的 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 藏友一对 黄东来和王露 你好 你好 黄东来 王露 带来什么宝贝件 今天带来一块石头 你看 很不切 这个石头 这是一个什么石头 这是今天 都说的龙蛋石 龙蛋石 你别看它 其貌不扬 你打开里面 金花四肆的话 架势不菲 对我来说 也非常的重要 这是不 他给你的定情物 他送给你的定情物吗 我希望 这次来 通过专家 能够 打开来 金花四肆 给我们带来好意 你的意思是说 你敢拿着这块石头 到我们现场 让专家给它砸开 看里面有没有龙蛋 你守着吧 但就这个品相 我觉得价值应该不这么高 这个需要砸开它吗 砸开以后 还是要砸开 真相就出来了 所以最干脆的 就是要给它砸开看看 砸不砸 砸不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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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了 砸了 我不敢 我不去 你为什么不去 你去吧 开心 王露 你希望他跟你一起进去吗 说实话 还是一起进去 说实话 那你们俩一起进去 行 来掌声送给他们 好不好 这个石头 我想请专家 见证一下 因为这块石头 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我们希望它能够 我们没看走眼 能够买对了 这个石头 这是一块龙蛋石 从表面上看得很好 但是它里面 到底怎么样 这个龙蛋的里面的石头 到底有多大 它决定了这块石头的架势 现在这个 在没有开之前 我觉得 不是太好的 不是太好的 你要实现这个愿望 你必须打开它 我们才能知道 它里面怎么样 打开 看着什么 里面什么都没 没事 懂书了 没事 我们还会回来的 好 下宿希望能够 看着你们牵手过来 是小丽华桥 在古董店里 我看见一个中国的东西 我很痛苦 把它带回来 用容易一点吧 他们会的判施 四七零四十八 八零七十 我说了都十几点了 现在这个价值呢 达到三千万了 这个是珠商罢有的 石板画 它是那个老房子里面拆出来的 我把它拆过来 这个是明晰的第三次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接下来更加精彩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藏友 雀佩君 雀先生您好 今年六十一岁了 这个雀老师大案上 填得很直白啊 今年的梦想就是 中央电视台能给我发证书 那要很有实力的宝贝 专家才会发证书 我们是寻找民间国宝啊 有试试 来一件什么宝贝 我是四件 七件 七件 紫砂湖 紫砂湖 清代的有五件 还有两件是顾顶州的 顾顶州的房屏很多呀 您何以来觉得您这就是真正的大师之作呢 从我的几年的之类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就是顾顶州的这个 这宝贝是一枪打过来的 一枪打过来的 哦 谁打的 他们在收藏间里就是有好租建 要买你就多买去 这样 当时我不入身 我说这个肯定是房的 他不大懂啊 所以您当时买的时候 您是说这肯定是房的 但自己心里有点 心里有点 这个是我收藏里面最得益的 四报价是两百万 我喜欢你能够点一个好漏 好 那下来跟我们专家好好交流一下好吧 因为我们看紫砂壶呢 看它的造型 工艺 品项 以及 沙 从这里来看呢 因为你跨度啊 时间的跨度 三百年 啊 其实你看它这个沙和包姜啊 尽管沙的颜色上有点偏差 这个包姜上 那就是如果我们接触不多的常游 好远一看 这个包姜上就就有些差不多 包括顾静奏 包括顾静奏 他这个大师的做工嘛 这一路上面把毛主席的那个头像都加上去压上去 这路没有这种做法 所以这一批壶 玩玩 开心就可以 都不整 都不整 而且说这真的呢 距离很大 这个 那么顾静奏的那个上兴桥湖怎么办 这个上兴桥也不对 顾静奏的湖 做得非常合分 我们听听看这个事 而且沙特别差 这把湖顾静奏 上兴桥的湖 现在在宜兴 当成也当成国宝一样 谢谢经理 这块石头呢是出在我们今天宝山的分门商 传家是吗 传家确实好 一个是东西大 石头分门五彩 这个题材也选得好 这个功过千秋其手 这个是重大历史题材 今天石雕呢过去就是一些传统题材 比如说这个稻谷啊花卉啊 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飞跃 您对这位作者刘三有什么认识吗 他是上海人 这个人呢当时在晚清时候最有名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革命意识 张太炎 邹荣被清廷收奸入狱 邹荣死在狱里了 当时没有人敢收尸 他是冒着杀身的危险 把邹荣意识埋葬了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在咱们清田 看见这位大名人的莫保 而且是开门见山的真迹 如此的完整 如此精神 现在二十万也买不到了 真的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藏友 傅李彪 傅先生 你好傅先生 哇 大名鼎鼎的 大名鼎鼎的圆青花 你看你真青春还单肩胯 小心点啊 这就是低调是吧 清田人很低调啊 傅先生 这宝贝怎么来的 这是祖传的 祖传的 传了几代了 我只知道是三四代 三四代了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 它是圆青花的 因为它这底下面有一个落款 有款 大元正是八年 六月即日 张文静造 这个造型啊 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周文王 造型这些 等于说是一个瓶子 我们都知道这是瓶子 听说人家说话 怎么有这个 镶金尖啊 这跟镜残瓶 这好像是跟镜啊 在青花里面 好像是很早就看见 这倒是没看 准备向专家请教什么问题 请教下就是说 这个跟镜怎么样 打算 这个是祖传的 那么老人有什么胶带呢 没有什么 他近几年才拿出来 那是很珍贵了 对 这个是青花 就是我就感觉到非常主色 原青花有款的很少 有年款的很少 要是真的 这是很稀有罕见的了 这件东西呢 我们从几点上去分析 第一点 从气形上看 这种气形 是一种怪异的气形 在原青花的所有的制品里面 几乎没有看到过 气形上和原带的风格是有差异 另外我们看 这个气身上啊 有一些像树根样的粘服物 这个树根样的粘服物啊 在我们出土文物里面可能有 那么这个粘服物呢 我们一看应该属于化学的一种 腐蚀出来的 关键是哪里呢 下面有莫书的 大原制政八年六月即日 张文进造 这个款张文进是谁呢 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大维德基金会的 那个制政型的 那个大瓶 上面就是张文进和张文喜 同时供奉的 是一个致辞的名家 那么他借用了张文进的名字 也是冒名顶替了 这个工匠 所以说从这几点来看 这件东西是一个 不超过三十年的一个房品 这个是祖传下来的 祖辈当官的 这个东西呢 一次拿过来 我就眼前一亮 就是柚子稍微黄了点 这个的话 当初的话 就是在文革期间是埋在地下 制作的方法和胎柚的特点 以及表面的这种自然老化的 和开片的纹路 特别气口布 这个托柚 露出子口且足 这种效果来说 应该属于南宋 官窑 就交谈官了 贯尔平 这个圈足呢 在官窑制作是非常的规整 确实是南宋一个 非常漂亮的 一件官窑的一个精品 价值怎么样 这个收藏价值 我们目前来说 五大名窑的一些名品 这个不容易见到 目前来说 整个市场上 这个认知度啊 各方面啊 这个价格呢 可能偏低一些 你说的几十万上百万 它也值 但是呢 它将来的生殖空间 是巨大的 它应该值到上千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